大家星期日快樂 街逛街這裡說下午2時40分 這個帆布成交了570萬元 就註冊了 城匯買鋪保證快 專業保文 業主經紀有鋪放售 記住聯絡城匯 其實旁邊這裡有很多成交 旁邊這間越南餐廳之前我跟你們說過 就成交過那時是1190萬 但是這間比較深 這間門戶大概10隻 深大約25隻的 一樓上 這間街街的時候 對面有很多食肆 一邊有成交 全部都說了2,000多萬 轉過來這一間 就說這個帆布 我現在就拉了一閘 但圖子你看到了 大概網網留聲 就和你們另致面緊張一點 好 看著這個帆布 這個位置 城街帆布 就說讀些機器才能聽 這個就說的是 隔壁街27至41號 第1四是1號鋪 就說註冊成交了570萬 這個本都沒收過 突然就成交了 看啊 價錢 大街大行 這麼大多萬 怎麼可惜 1957年網網留上 就說的是這裡 就說那個門戶大概10車 深大約25石左右 看了圖子立即是三角形 原本業主 96年的時候106萬買入 96年106萬買入 剛剛賣了570萬 怎麼這麼便宜 怎麼這麼便宜 算便宜 2點四的計劃 11,400元搞定 實際上做的不是OK的 旁邊這個越南餐廳的時候 就跟你說過的之前 就說的是建築美跡取水 500石 39號鋪 租金22,000元 就成交了1190萬 註冊 就1190萬 所以就變成了 簽約期的時候 就說的是2021年的4月 就是大概一年 總之這間的二南餐廳 我跟你們說過了 就倍報就2.2L 說真的 如果這一間就說的是190萬 這一間的時候就說的是 大概570萬 但是門面差不多廢了 我看見的時候 分分鐘一整幾間都廢了 算是差不多了 需要兩間的時候比較 570萬便宜 便宜 轉圈看看 那邊就說的是彌頓道 長沙環道 再轉過來就有個巴士站 這裡就街行街 這叫大人街有很多食肆的 都比較旺一點的 就是這間店舖 旁邊這個串串共都成交過 但我手上明明有資料 大概好像九百多萬 零一千萬左右 還有這間底 570萬底 看圖籍的時候 雖然淺一點 但是門闊跟旁邊的 越南餐廳差不多 分分鐘闊一點 就已經看到圖了 所以越南餐廳 賣了190萬註冊 旁邊這個串串 我記得賣了好像九百多萬 但我找不到資料的時候 總之這間570萬一看 立即底 雖然淺一點 但是這間店舖 已經看門闊了 這個感覺 這個應該值得一個 8.5分位 8.5分位 570萬 叫做大街大巷 前面可以停車 有廣告效應 市區市中心 570萬你想怎樣 對面那些餐廳 全部都成交 2-3千萬 2-3千萬 2-3千萬是另一個價錢 570萬這個位置就行了 好 這個8.5分位 為什麼不是9分不是10分呢 那就下去去看真點 但是這個感覺8.5分 5分是10分超比1分變 這個好 敗買家敗買家 9-5分 1-5分 4分 4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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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